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Kason 你好 相信大部份人想做投資的話 都會自己去銀行開個投資戶口 銀行方面又會提供一些免費資源 好像是客戶經理或者是投資顧問 為何客戶還需要找你們這類型的資產管理公司 Yuki 你好 其實我們和銀行之間最主要的分別就是收費模式的不同 銀行的收費模式主要以買賣佣金為主 買賣次數越多銀行的收入就會越好 至於我們資產管理公司的收費模式 主要就是管理費和表現費 管理費就視乎資產管理的規模 至於表現費就視乎投資的回報 反而買賣次數的多少就不是最重要 只要客戶賺到錢 資產管理公司的收入就會越好 由於大家收費模式的不同 所以出來的效果都會不同 客戶就可以因應自己的需要 選擇去自己最適合的平台 比起銀行 相信普羅大眾對資產管理公司的認識有限 可能都會比較擔心這類型公司的可靠性 其實資產管理公司有沒有監管 在香港資產管理公司是受到證監會的監管 就以總值資本為例子 我們持有證監會發出的四號和九號牌照 拿了牌照之後 我們都需要持續受到監察 例如公司每年都需要向證監會 申報我們的財務狀況 證明我們的財政穩健 而持牌同事方面 亦都每一年需要接受一定時數的持續專業培訓 才可以續排 如果大家有疑問 就可以去到證監會的網頁 透過公眾明察 就可以查到每間持牌資產管理公司的資料 比起直接找銀行或證券行做投資 找你們總值資本有甚麼優勢 首先我們的同事 是來自國大銀行不同的部門 他們都擁有專業的知識和豐富的經驗 他們可以很客觀地運出一個理財方案 給我們的客戶 盡量避免不必要的投資錯誤 由於我們和很多不同的投資平台合作 所以我們很了解他們的特點 例如有些平台 他們的收費會比較便宜 有些亦都有他們的專屬投資產品 例如私募基金 所以我們就可以因應每一位客戶 他們自己本身的需要 選擇他們最適合的平台 所以我們公司是擁有大數據的優勢 另外相比客戶自己單一開戶口 我們的客戶量比較多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公司戶口 去爭取更好的待遇 這些就類似團購的力量 香港的資產管理公司和家族辦公室 相比外國的同類型公司 有甚麼不同的地方 全球其實是有三大交易市場 分別是紐約、倫敦和香港 而香港是唯一位處亞洲市區 所以它擁有地理上的優勢 大家都知道全球未來經濟增長的人情 就圍處亞洲區 所以香港可以做到背靠中國 面向世界 另外香港是一個自由貿易的進出港 資金流出或流入都沒有限制 所以可以通過香港開到離岸戶口 例如新加坡戶口或瑞士戶口 客戶不論任何國籍 其實都可以通過香港作出環球投資 多謝Cason這次和我們分享 資產管理行業的知識